好的,那接下來由我帶來的是Post of Seqo的View的運用 Email的資料盤盤 然後這邊呢,歡迎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外號叫老英 也叫Ego 然後我參加蠻多社群的 然後我在IT邦,也有一個自己私的小社群 叫Frain IT Man 做一些共同創辦,還有做一些講師在活動策劃的部分 然後目前,Post of Seqo 台灣這邊是資深的潛水源 然後被張兄拉過來講 然後目前我任職員在AA Day 跟KaPass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這邊就是我今天會大概講的內容 然後就是有View的介紹,還有運用 還有Mu的那個介紹 然後後面就是Email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如何去利用Email去取得一些 它背後的像Domain 然後再用Domain去取得它的IP位置在哪裡 然後稍微再講一下一些文字相似度的 如何去使用 那這個大家看一下就好 因為我這裡是懶得自己寫就是 Cobie一下危機這邊 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這邊View的好處 其實我之前常用到View的方式通常是在 我之前是在做一個小型的公司嘛 然後它是進銷純洗澡 大P的公司,下一個人才講好 它那時候比較簡陋一點 它就是一個iPhone 然後就是你的商品是什麼 發達 然後你的進貨、你的銷貨 然後還有一個庫存表 然後就是每當你進貨的時候 都會update你的那個庫存表 去新增啊 所以有進貨了 然後銷貨的時候 一樣是去update它的庫存 然後之後跟上一堂課的講師 有討論這個問題 那時候還是蔡宇娘 然後他跟我說 你可以試一下使用View的方式來解決 對 他說其實它就是一個不會變 庫存是不會電動 它就是消... 進貨的數量檢調銷售數量 比較簡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範例嘛 我這邊會先建三個... 看一下喔 三個table 一個是product 就是那個商品 然後一個是進貨表 一個是銷售表 然後我在進貨表這邊 我就先建一些測試 測試資訊 然後 再來就產生一下測試資料 應該產生幾名 我先測試 我先測試 產生了900多萬筆資料 實際上看 然後銷售這邊也是也做產生資料的動作 然後現在就是create view remover 我就是用view表去計算說 它的每天銷售 每天銷售 每天銷售的總格 每天銷售的總格 然後create完之後 可以slate它 就會產生你每天銷售的數量 總格 當然也可以依據上一個每天的報表去 產生一個月報表 那slate的部分 就是slate的 建立的那個view的部分 但依據這個view 才去產生一個月報表出來 當然後面也產生一個年報出來 這就是商品的上面的部分 都是依據之前的每天的view出來 慢慢的剪出來 然後銷售一樣做一樣同樣的動作 就每天的 然後每個月 每個月的部分 還有年報 還有全部的 只有這兩個全部的 進貨跟銷售都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breg view來產生庫存 就根據最後的 總偷偷的部分 去做運算就好了 大概是在這裡 進貨的總數量 然後銷售總數量 然後得到我們現在目前的商品的庫存數 好 大部分就這樣子 例如這件物質 先稍微帶過一下 好 接下來我是要講我今天的重點 就是在view的部分 然後我這邊解釋 你自己也認解它是個快照 是覺得還蠻方便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 我是把它打算用來用報表的部分 就是每天去凌晨的時候計算一些金額 然後我這邊會用的翻譯就是 會有流水障的部分 不好意思 英文不好 所以用Google達成翻譯一下 它的table評測 我們會有一個流水障 然後它是一個integrate 我要有 我會建立一下 再建立一個月曆 就只要是做join的部分 然後我這邊會先用月曆的 日曆的方式 先給它產生那個 十年的日期表 到時候方便join 然後流水便號這邊的話 我會 給它 正向的錢跟負向的錢 就代表一個收入 一個支出 然後我們就開始建立那個 ambule的部分 就會開始 income啊 是那個收入 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支出的部分 做個 做一下ambule 然後後面還在做一個report 就是 正向與負向的一些報表相關的 一樣就是先塞資料 那塞資料的時候 你第一次去slate它的時候 它 不會產生出來 因為你沒有做一個refresh的動作 當你refresh的時候 它才會 那個出來 slate你的東西出來 就是你每次要更新你的view的時候 都要先做一次這個動作 做refresh的動作 這邊refresh 你 到這邊這邊 建立好資料之後,我在後面再來建立一次,然後一樣要做原廢學他才會更新 然後繼續怎麼自動更新,我們接下來再繼續檢查學好 至於一些自動更新的路程,我來介紹一個是PG Chrome 的部分 我在安裝的時候也是遇到蠻多問題的 先來講一下官方提供的方式,因為我的電腦是SendOS 所以他這邊有SendOS的安裝方式 這邊三個公網都有,就照樣的方式先去做一下 然後Glade Extension之後,他也跟你說Glade成功了 然後我建立一下測試資料 然後我第一次建完測試資料的時候,發現奇怪怎麼PG Chrome 沒有跑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一下到底出在哪個環境 然後先去看一下我的Log的部分 然後他說連線被拒絕 所以我這邊要先把那個 因為他那時候是走IPv6 所以我那時候沒有調整IPv6 所以他就連線被拒絕了 然後把這改掉就OK了 然後再做第二次測試 我的服務都已經啟動起來了 然後我都RUN IN 然後我還有確定一下那個PG Chrome有沒有起來 進去之後還是沒有執行 這時候我又去找了詹兄問了一下 然後說你的 一開始那個PG Chrome呢 他走的塞 然後你要把它改成TCP的方式去連線 他才能去執行 所以這邊config也要再改一次 然後在Layton這邊 修改一下就好 然後樣做要衝起的動作 我要確定服務有起來之後 進去之後就成功了 所以他改的地方大概就是 一個就是你的password的問題 我要一個就是 他是走TCP的方式去做 con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要小心一點 然後講到資料 Email資料 他們剛剛 因為我目前 工作呢是負責封控 然後有時候會有一些奇怪怪的Email進來 因為我們註冊也沒有去檔 所以就是歡迎他們隨便註冊 然後當然我這邊要做一些 封控這邊要做一些反方的部分 那時候我就想到就是 問他的domain 如果用poshql的方式去取得他domain的IP 結果是poshql是沒有 所以我只能跟python 借一下他的方式來用 所以這邊我是安裝的那個 plpython 然後我這邊有寫一下方例出來 一開始裝好之後呢 就是 他就寫了plpython 然後就是 借用他的 Socket的那個library去 慢慢取得他的IP 然後自己就寫了一個 算是把Email的 口面取出來的 Function出來 然後我create一個 EmailInfo的table 我來測試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用 這個部分呢 要另外的install 有些套件沒有 一開始沒有換 你要先自己去裝一下 先測試一下 先打一下壓關看 來取得到他的IP 然後 測試一下取一下Domain 這邊也取得到 然後為了後面方便 我就建了一個 Stover去取了 然後去幫我 音色一下資料 做一下測試看一下 然後後面音色都OK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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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跟他取到IP之後 這個後面的利用的話 就可以利用張兄上一團講的 方式去取得他的定資訊 看他 跟他目前購買的貨幣批別啊 或跟他在地資訊是不是符合啊 來做一些封控的判斷 好啊 接下來介紹一下 稍微帶一下文字相似度吧 這要講到女兒的套件 叫做PGTRGM 這套件 這套件 好啊 安裝換式比較簡單 就是 真的 我也喜歡 就是YUAN install就好了 然後到 裡面執行那個 grade extension 就OK了 好啊 如果使用 這邊 我先 用簡單的範例講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後面後續研究也還在 研究中 就稍微帶一下 好 一樣 依據剛才的那個 Email Info 帶篩錄幾筆資訊 好 好 然後 我這邊做的就是 把 抖備前面的那個 他的account 拉出來 然後 可能 用我的 隨便一個word 因為這個word 你可能要自己建一個table 去存放 一個對照檔 然後 看他的這兩個文字相似度 是如何 然後這邊很多 就是 像這裡 因為有帶一個 它就是0.6 它最大值是1 然後沒有任何 光聯的話 就是0 看一下應該 我的部分應該是到這邊結束 我要這邊做一下登上服務 就是目前我們 讓PHE或短號DBA工程師 幫你加入 往上面有留我的mail 到外面會把簡報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投一下流利 好 謝謝大家